大家好 我們是微博文化的小編 我叫Emma也是今天的主講人 我是Kabi 我是Jesse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這本 小王子 相信聽到這個名字很多觀眾就會覺得 對我看過或是依稀記得裡面的一些情節 不過還是想要在這邊先為一些沒有看過小王子的觀眾 來介紹一下故事個概 小王子是在說 一開始一個飛航員 他在沙哈拉沙漠的領空上飛機失事了 所以他就墜落到沙哈拉沙漠下面 結果他在那邊遇到一個長相 或是穿著非常奇特的一個自稱小王子的小男孩 Ewan才發現原來小男孩 他是來自外太空一個叫V612星球的一個住民 那這個住民呢就是他一個人 上面還有三個火山 兩個火火山跟一個修火山 還有一朵他最愛最愛的玫瑰花 不過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他就是離開了他的玫瑰花 然後他就到了各個星球遊歷 最後一站還來到地球 並且遇到飛航員 那這個故事呢是在說他 遊歷的故事跟他 他跟飛航員說他在地球遇到的種種事情 還有他跟飛航員的一些相處狀況 那在進入討論之前呢 我想要先考考兩位小編的想像力 所以我準備了一張圖 是這個嗎 會想要說到想像力是因為在第一張的時候 飛航員他其實在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所以他就畫了這樣子的一張圖 沒錯 看起來就像是一頂帽子 那果不其然他問大人們 這張是什麼的時候 每個人都回答 就是一頂帽子 可是就只有飛航員他心裡知道 他畫的是一個大蟒蛇 然後在這個大蟒蛇肚子裡面呢 有一隻超級大的大象 所以呢我想要考考兩位小編的想像力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們可以畫出屬於你們的圖畫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家再來 聽你們介紹一下你們的所有 你們的結果 那如果是就是 觀眾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想要跟我們一起玩遊戲的話 也可以拿出一張紙還有一些畫筆 你們可以一起來玩遊戲跟著小編們一起畫 如果你們也想要就是 覺得自己畫得很好 或是很想分享自己的畫的話 也可以拍一張圖放在我們的留言區下面 我們都會看也會回應喔 在小編們畫畫的同時 來為大家解說就是 這個這本小王子 第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大人和小孩之間的隔閡 就是飛航員在小時候 把這個圖畫拿給大人看 大人都會覺得 喔這就是不過就是頂帽子嗎 還有什麼奇特的東西呢 這就說明了 其實大人的想像力 有點不太比小孩還來得多 其實飛航員很難過 位置的點很難過 然後他也一直在尋找 懂他的話的人 一直尋找一個知音 可是他就是一直尋找不到 不過他在遇到小王子之後 他就是有如尋過知音一樣 因為小王子他是一個非常有想像力的人 他知道他想要請飛航員幫他畫一隻羊 飛航員第一張畫一個有點病態的羊 然後第二張畫了一個有點小畸形的羊 第三張畫的還算正常 可是小王子都不喜歡 小王子喜歡的是一個盒子 然後這個盒子因為裝著他屬於他自己的羊 這也是飛航員想要告訴小王 然後小王子也因此就是馬上就領悟了 所以飛航員就非常開心 那到了這裡小編猛應該都畫好了 大家畫得都很胖欸 好那就先請卡比小編猛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倒了就弄出來的那個草莓杖 你把它分開來的就對了 什麼分開來的 它本來不是一個這樣連著的很像帽子的東西嗎 你把它連開來的就是什麼 變成一個平衡 真的有酷喔 我沒有想到 下面就是它的液體而已 它倒出來是草莓果醬 它有創意喔 我完全沒想到 因為我很想吃草莓果醬 對我就畫了 我也是畫食物的 我就沒有那麼有創意 我就是把它想像它是一個大袋子 然後裡面裝了一堆火鍋料 但是這個就是魚板 然後這是凍豆腐 那個是蟹肉棒 然後這是金針菇貢丸 你吃了這個時間說好像有點餓 我也來餓了 哇那小編妹的想像力真的是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來為大家補充一下 大家畫得都很好 那我想要從這個小遊戲帶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大人們好像缺乏想像力 不過小編妹好像沒有 雖然成年了 小編妹還是非常有想像力呢 沒錯 是金針菇 接下來想要為大家分享就是 小王子他在有利各個星球的時候 對跟大人互動的時候 他的一些狀況 他在他有利的總共七個星球 第七個星球還是地球 那第一個星球有國王的星球啊 有愛慕虛榮的人啊 有點燈人啊 還有點點點的 那其中我看了最有感觸也 我覺得最喜歡的一個星球 是愛慕虛榮的人的星球 他還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會喜歡愛慕虛榮的人 但其實這個很有趣就是 當那個小王子 他剛到那個星球的時候 那個愛慕虛榮的人就說 如果有人為我歡呼鼓掌的話 我就會脫帽子致意 但是小王子好像有聽沒有懂 小王子好像有聽沒有懂 然後 所以愛慕虛榮的人就跟他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把一隻手舉起來 然後另外一隻手 拍上另外一隻手 這不就是一個鼓掌嗎 所以愛慕虛榮的人 就脫帽子致意了 我看到這一段 我就覺得天啊 他也蠻聰明的笑 對 這個其實愛慕虛榮的人 也蠻聰明的 不過他也反映了就是 獻階有一些大人 他們會去索取一些 稱讚啊 一些虛榮的表現 然後小王子對這件事情 是嗤之以鼻的 他在最後離開星球的時候說 哇這些大人真是太奇怪了 你們覺得奇怪嗎 很奇怪 我覺得蠻好笨的 對 就是為什麼要 你沒做什麼事 就叫別人去鼓掌 對啊 很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個人 那我的話 我自己是對小王子 他在地球上的那一個情節 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他看到一個 盛大的玫瑰人 裡面有千千萬萬多的玫瑰花 這樣子 然後小王子他就很傷心 因為玫瑰曾經跟他說過 他是宇宙上獨一無二的一朵玫瑰 他就覺得 你怎麼欺騙我 那種感覺 對 再來狐狸的引導之下 小王子知道說 因為他曾經幫他的玫瑰 蓋過玻璃藻 那也曾經為他除過毛毛蟲 那甚至他也傾聽過他的一些 難過的事啊 還有他的沉默等等的 所以呢 他的玫瑰才會是獨一無二的玫瑰 不是像 就是聖娜的花園裡面 眾多玫瑰一樣 他是屬於他的 最特別的一朵 這樣 那我覺得 就是生命中 就是應該要 有一個狐狸這樣的一個角色 去引領我們 知道一些 就是我們不曾想過的道理 嗯 嗯 那下一個主題呢 我想進入到這本書裡面 第二個核心概念 就是建立連結 建立連結其實可以跟人 也可以跟物品 那對我來說的建立連結呢 就像剛才Jesse說 我們需要花很多心力在裡面啊 我們需要花費自己的精神啊 努力啊 在為對方付出的這個 這一段時間 所以對方才會對我們而言來說很重要 像是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很喜歡一個音樂盒 它大概是我四五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買給我的 然後這個音樂盒很特別 它是一個 有一種香 有點金色邊的框 然後它裡面是透明的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齒能在跑 還有那個很像那種鋼琴藥 你們應該有看過吧 對 它是一個圓形的音樂盒 然後它 滿漂亮的 發出的真的很漂亮 下次帶給你看 就是它發出的聲音也非常的好聽 然後非常舒服 所以現在我還有保留著 就我只要看到它有灰塵 我就抹掉 很珍惜 然後如果我可能心情不好 或是壓力有點大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轉來聽 然後就閉著眼睛放鬆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消遣 我也一直保備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在這幾年期間 我跟音樂盒也建立了某種特殊的連結 對 有這個音樂盒的感覺就很安心 對 應該每個人都有一些小娃娃 這樣子也是有這種的感覺 可能抱在手裡會很 就是我有安全感的感覺 對啊 那個講起物品啊 我就記得小王子裡面就有一段 就是說 小王子要離去 他自己的星球要去旅行的時候 他就有把他的 小心球整理的一層不一樣這樣子 對我就覺得他這個 對物品的方式就很好 就不會讓別人去休息他的爛攤子啊 幫他整理他的事啊 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個蠻 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一個地方 嗯 就是很珍惜自己的東西 對 因為他真的很有感情 嗯 好 Jesse來 我的話我是蠻印象深刻 小王子他跟狐狸的一個對話 小王子他提到說 他在沙漠上 就是感到非常激落 那狐狸就跟他說 其實你在人群裡面 你一樣會感到非常的激落 這樣子 那其實就有點像是聖修伯利 他一直不斷強調說 大人世界背後的一個縮影的概念 就是大人其實 嗯 就是在成長之後 會比較 不花時間去聊這一個事情 或者是經營一段關係 他們會習慣是去 可能去商店買一個現成的東西 嗯 但其實一段關係 像是友情或者是愛情好的 你根本就是沒有辦法用金錢 或者是利益去買的一段關係 對 那我認為就是友情 或者是愛情他的連結 就是你需要花時間去傾聽別人 去陪伴別人 然後 還有家庭也是啊 對 家庭也是 就是親情的關係 也有這樣的連結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 就是 頻率也是要需要相當的契合 你才有可能會去經營一段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些連結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缺一不可 像跟Jesse說的那個契合度 其實也是可以花時間去培養 所以花時間 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接下來呢 想要為大家介紹就是 就是我們 微博文化有出版三種版本的小網子 沒錯 那在出版這些書籍之前 我們其實有參考非常多的 我們總編的一些收藏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 沒錯 好 那總共呢 這三種版本呢 一個是金裝版 第二個是我手中的桌音版 最後一本是我們的繪本版 首先我想為大家介紹 我手中的桌音版本 其實很顯眼 所以其實還蠻吸引人的 然後它的內頁還有很用心的導讀 我們也是很推薦 大人可以 親子中讀 對 配著小孩一起讀 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親子的樂趣 嗯 大國的金裝版 呃 這邊就是它有一個書衣 是有上水光的 它這個是一個美數字 然後裡面呢 它這個才是封面 封面下面有做那個 呃 壓印 對 所以就很特別 嗯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內頁部分 這個版本就是有收藏中文 法文 英文 也是彩色的 對 然後 還有一個小地方 它很用心 就是法文版跟英文版裡面下面就是會有 會有註解 嗯 所以很方便就是學習 對 英文啊 或者是法文的朋友去看這一本 嗯 整個包裝都很用心 對 如果想要收藏小王子就是小王子的忠實粉絲 我們很推薦可以收藏金裝粉 超適合的推薦 好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金裝版的繪本 那在眾多的小王子書籍當中 這位繪者 瓦勒利多坎博 他就運用了他自己的個人特色 去重新產世了小王子這本繪本 那接下來就打開內頁讓各位讀者來看一下 所以它用色非常的豐富 那他個人的風格也很強烈 那其中有一幅我蠻喜歡的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小王子在地球上面看到 看到一個超大的玫瑰圓 就是這一幅 它可能適合超級鮮豔的 讓人就是很非常吸睛 嗯 那就是雖然這些玫瑰花都長一樣 當然應該是我想只有小王子 他自己知道他的玫瑰花是 有多漂亮 對有多漂亮有多特別的 好 那大概就是這本繪本的樣貌 嗯 其實這本繪本我覺得很用心 就是它繪著有把小王子的神秘感畫出來 對 所以就是讀者在閱讀的時候 就可以生力其盡的感覺 除了文字外還有視覺的饗宴 嗯沒錯 看完整本小王子 我最有感觸的是影頭的建立連結的觀念 我以前我記得高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我有看過一次 可是我對書本裡面大人的一些模樣啊 形形色色的模樣最有感觸 我也提醒自己絕對以後不要成為這樣子的大人 不過現在我就對建立連結這樣的觀念最有感觸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長大階段經歷了很多事情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經驗跟人的相處 所以我才會 哦 恍然到我 就發現 哦原來我好像 就是忽略了建立連結 這是有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花時間會更加的珍惜這個關係 沒錯 而且你們會有更多的那種會議 沒錯 還有一點就是我很喜歡小王子裡面到最後 她要離開地球了 然後她也知道飛行也很難過這件事情 所以她就 安慰她說 沒關係 當你看到小麥的顏色就會發生 就會想到我金黃色的頭髮 然後你看到 然後你看到滿天的星空 你也會聽到滿天的星空 都響著鈴鐺聲的笑聲 你就不會 你就不會那麼的難過 你就會 獨物思人那種感覺 就不會覺得寂寞 嗯 嗯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真的是很感動 尤其是 她在搭配這些文字的時候 她的圖畫也 嗯 因為一開始她 小王子在還沒有離開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嗯 小王子還在 對 對 對 她就 她就不見了 而且 這個顏色就變成很黯淡的 黑灰 黑灰色 嗯 對 所以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真的是你就一揪 就覺得很漂亮 怎麼那麼感傷 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怎麼突然間 就不見欸 對啊 感覺就小了一個人的陪伴 嗯 通常思緒都是這種感覺的 嗯 對 就是成長的一個階段 好 那我咧 就 我是 以前也是看過小王子 然後 裡面有一句話 我特別的深刻 從以前看到現在看 也是一樣的感覺 就是 真正 重要的東西 是 要用心去感受的 用眼睛看不見 對 這句話的話就可以 一直的提醒我 就是要用真誠的心去 做好每一件事 然後也要去 對待自己 認真的對待自己 每一件事 跟別人的關係什麼的 都要用心 嗯 我其實也很喜歡那句話 對 嗯 這句話 就其實我在小時候 也有看過小王子這段 是 但其實我那時候看 我是有一點看不太多的 是因為這次的讀書會 我又再把小王子重新看過一遍 我就就是 突然覺得 怎麼會這麼有感觸 是以前完全不會體驗到的一種感覺 那在最後看完 是不是有一點 感動的雞皮疙瘩 不知道有沒有太恐怕 但是就是真的有一點 雞皮疙瘩 打起來 對 那我覺得 裡面的小王子 他其實不能代表 所有正在成長中的小孩子 我覺得可能 你有可能是裡面的狐狸 或者是 玫瑰 或者是就是 星球上面 任何一個人 對 就是我覺得裡面 角色之間的關係 其實可以就是套用一句兩次 就是他曾經是裡面 有說過的一句話 他是這麼說 他說 你走 我不送你 你來 無論多大的風 多大的雨 我要去接你來 嗯 我覺得很 他這句話可以貫傳到 小王子 對於 玫瑰花 或者是小王子 跟狐狸之間的關係 又可以說是 順修薄梨 他對於小王子 他們之間的連結 我覺得其實都滿通用的 對 嗯 就是不要去強求任何一段緣分 對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喜歡裡面 就是故事裡面任何一個角色 我反而是被他的故事劇情深 很感動到 嗯 那最後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三位小朋友看完都非常推薦 無論是大朋友 或是小朋友 購買 微博文化的 三個版本的小王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 小朋友看不懂小王子 不過 其實不然 因為 無論在哪個年紀的人 他們都會把 自身體驗過的經驗 套入到 小王子裡頭 像是我以前小時候 也沒什麼經驗 不過我還是對他的 一些部分有共鳴 而且每個街上看 共鳴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部分 那很不讓小朋友 在小時候看一遍 那 他在 那他在長大的時候在看 可能共鳴不同 他就知道自己成長 在這期間成長了多少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 真的真的 雖然你是很酷的人 因為是 一下子就懂 對啊 對 因為每個階段 看的感觸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還蠻 期待 我十年後 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在看小王子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觸 或許我們可以再辦一次 討論一下我們的成長 討論一下我們的成長 對啊 可能在那時候 可能又有不同的感想 嗯 那我覺得 就是會差不多結束了 如果你有東西要跟我們分享的話 在我們留言區留言 我們都會看跟回應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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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